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排气门控制电磁阀电路 组一是什么意思 该代码是通用的OBDR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1996年以后 尽管具体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型号而异 在配备可变气门证实VVT的车辆上 发动机控制模块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ECM PCM 通过控制螺线管调节机油来改变秃轮轴的位置 从而控制秃轮轴的位置 使用来自ECM PCM的脉冲宽度调制信号 PWM来控制电磁阀 ECM PCM监视此信号 如果电压不合规格或间歇性 它将设置此DTC并点亮检查发动机灯 故障指示灯 CEL MIL 组一是指带有Number仪器缸的发动机侧面 请务必根据制造商的说明进行验证 排气门控制电磁阀通常位于气缸盖的排气器管侧 该代码类似于代码P0079和P0080 该代码也可能随附P0027 症状症状可能包括检查发动机灯是否亮着 故障指示灯 车辆可能会加速不良并降低燃油经济性 潜在原因导致P0078故障代码的潜在原因可能包括 线数连接不良或端子腐蚀 控制电磁铁故障电源短路对地短路 ECM诊断步骤 故障线数检查线数连接是否断开 连接器是否锈时或导线是否松动 使用接线图从电磁阀和PCM上拔下线数插头 找到螺线管的加核线 螺线管可以接地或电源控制 具体取决于应用 检查工厂接线图 确定电路中的功率流 使用设置为欧姆设置的数字福特欧姆表 DVAM 检查导线各端之间的电阻 DVAM上的读数超线可能是接线断开 连接松动或端子断开 电阻应在1欧姆左右或更小 如果电阻过大 则螺线管和PCM ECM之间 可能会腐蚀或接线不良 控制螺线管在拔下螺线管的线数的情况下 将DVAM设置为欧姆 检查控制螺线管本身上每个电器端子之间的电阻 使用工厂规格或已知良好的控制螺线管 如果有 来确定螺线管中是否存在过大的电阻 如果DVAM上的电阻超出极限或电阻读数过大 则电磁法可能有故障 通过将DVAM导线的一端接地到已知的良好接地 将另一根导线插入控制螺线管的每个端子 检查通过控制螺线管的接地是否短路 如果存在电阻 则螺线管可能在内部短路 电源短路断开线数与PCM ECM的连接 并找到控制螺线管的导线 将DVAM设置为伏特刻度后 将负极引线接地 将正极引线连接到控制螺线管 检查电压 如果存在电压 则线数中的电源可能短路 拔下线数插头 然后测试回电磁铁的接线 以找到短路的电源 接地短路断开线数与PCM ECM的连接 并找到控制螺线管的导线 将DVAM设置为伏特刻度后 将正极引线连接到已知的良好电压源 例如电池 将负极引线连接到控制螺线管的电线 检查电压 如果存在电压 则线数中可能存在接地短路 拔下线数插头 并测试回螺线管的位置 以找到对地短路 通过将控制线螺线管的 一根DVAM导线接地到已知的良好接地 将另一根接地到控制螺线管的每个端子 检查是否有接地短路 如果存在低电阻 则螺线管可能在内部短路 PCM ECM 如果所有接线和控制螺线管都检查正常 则有必要在发动机运行期间 通过对PCM ECM处的线进行探测来监视螺线管 使用将读取发动机功能的高级扫描工具 监视命令给控制螺线管的占空笔 在各种发动机RPM和附在下的发动机运行期间 有必要监视螺线管 使用设置为占空笔比例的试拨器或图形万用表 将附级引线连接到已知的良好接地 将正级引线连接到螺线管本身的任意接线端子 万用表工具上的读数应与扫描工具上命令的占空笔匹配 如果急性相反 则急性可能相反将另一线端子上的正级连接到电磁阀 然后重新测试以进行验证 如果没有从PCM检测到信号 则PCM本身可能有故障 chois不及其他人ú什么呢 我可以硬帮定